我們可以從這邊來找一下 你找到我們的那個任務裡面 我有一個是關於這個部分的 就是室內設計圖有沒有相關的 對不對 你點開來之後呢 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就是 了解一下那個平面設計圖 那如果說 這裡你現在沒有時間看也沒關係 你就來 收訊請找一下 Google我們來找一下 你就找那個找圖片的部分 你找室內設計 有沒有看到室內設計圖 點開 這個原則上大部分我們看到都是平面的比較多 好就是平面的 有沒有 你們看你們看嗎 你們搭配這個 哇他這是幾房幾個 是不是這裡都有 你可以 找到了之後找到一個你比較喜歡的 找到一個比較接近你喜歡的 像一般我們剛剛門的部分 你已經看過了 開的這個就是門開的方向 或者窗戶開的方向 這沒有問題 那比較粗的這一種就是 柱子 對不對 柱子的部分 那另外呢 其他的應該都還好 大部分有的都有稍微標示一下 所以這個隔間牆 應該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假設你要這一張你就把按右鍵 把它儲存起來 另存一下 好我就放在這裡 那麼 水龍3D我打開給各位看 我就開一個新的 開一個新的 好 打開之後 你在這個 在我們的上面這個地方 按右鍵 有沒有一個叫做 插入背景圖 不會畫 用描著總可以 對不對 對不對 以前你寫書法有用過靈模嗎 靈模就是這種感覺 對不對 放在下面就變成誰了吧 好找到你的那個 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 我剛剛那張圖在這裡 好 借用它一下 繼續 好那他會問你一件事情 所以我們剛剛在看那個 流程圖 有沒有流程圖那個影片的時候 他問你 你的這個比例是多少啊 有沒有 有沒有你就假設我量這一段 然後你告訴他 這一段是多少公分 他就照這個比例幫你把它比一時放進去 這樣了解 好 所以 看個人良心 如果你家是 這樣很大的 你就放大一點 好 假設我這是1000公分就10公尺 對不對 好我按繼續 10公尺是不大 那他再來呢 他會問你說 這個 我們一般設計圖 原點都在哪裡 左上角 一般的軟體的都是一樣 所以 預設紙在左上角 這個應該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除非說你的有偏 不然一般 照這樣進來 有沒有一個底圖在下面的 請問知道你會臨摹的嗎 把牆壁畫一畫 放進去就好了 會的 來 換給你吧 所以其實會畫現場的圖很重要 如果 尤其你是要做展場布置的 你一定要先會畫那個現場的圖 有什麼東西 把它畫下來 回去 要把它轉換成電腦上的這種3D 就會快很多 你老是在那邊用量的 然後用記的 只是記數字 有時候 會比較不OK 所以一般像我們在做 就是你看到現在 室內裝潢 他們一定會先把你的那個現場的施工圖 一定要先 怎麼樣 先畫好 回去再 再去做計算 你不然 的話 他們 去 來 來 感谢观看